大家好 又是我可觀仔 你們好嗎 知不知我在哪裏 沒錯 我就在仙台的一間酒店裏 我最近去做福島旅行 如果有訂閱我新的頻道的朋友 即是我旅遊頻道的話 你就會知道的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 就記得去訂閱 我就會放在下面的連結 description 或者 comment 中 就叫做 可觀仔去旅行 Dealer Andre Travel 你們就最好幫我訂閱一下 現在我的目標是100人左右 100人之後我的目標是200人 然後300人 然後400人 然後1,000人 就這樣了 誰開台不想多些人 希望你們可以介紹親朋戚友看看 或者幫幫忙 好 謝謝你們 今天有甚麼題目 我現在 因為最近沒甚麼說賭場的 我都知道是少了很多人看 沒有辦法 有些事真的 不得閒嘛 大哥 我現在要觀光 對嗎 但我又想到一件事 我又很想和你們聊一下 就是關於賭場 挺有趣的 就是有些習慣 只是做過賭場的人 才會知道 好 我現在說兩件事 第一件是甚麼呢 第一件是你們去到賭場的時候 有沒有聽過很多疼來疼去的聲音 不要亂想 我的意思是有沒有聽過這些聲音 這樣的聲音 沒錯 如果你們是上客的話 不斷會聽到 你們都會知道是甚麼 如果你還未去過賭場的話 我想很多人不會知道 這樣說 都是那句 我還未在澳門做過 其實我不知道澳門是否這樣 但我很肯定 澳洲是這樣 我知道外國賭場也是這樣 但我不知道澳門是否 如果不是的話 或者你可以告訴我 你們是用甚麼 除了這件事之外 這一個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叫人過來的意思 要用注意力的意思 為何要這樣招法呢 其實我知道很奇怪 但你不覺得這個招法 是很特別的嗎 不要這套生物暗瘡 蓋起來也蓋不到 算了 遲些就好了 你不覺得 因為很吵 整個Casino裡面是很吵的 如果你喊 喂 要是誰 要是誰 你聽不到 尤其是你換錢的時候 好像有些客人 拿了一盒錢給我 我放在桌子的時候 我就要叫Supervisor 來過來幫我們去核對 究竟我放得對不對 但是Supervisor就很軟 那我怎樣叫他呢 難道我問 喂 阿Thomas Thomas 很大聲 但是賭場有老虎機 又有chips 又有人吵這些 其實你聽不到 你聽不到 但是如果你是用這樣 其實很響 這些聲音是很特別的 這些聲音是很特別的 那那個Thomas Supervisor 就會馬上問你 咦 什麼事 然後他就會過來幫我 當然 我這樣捉法 我想如果你在賭場做開的話 你們每個人都會轉頭過來看 因為你不知我捉誰 但是 這樣捉法通常 做慣了的人都會 是否認知我 是否叫我 一句說完 如果你在賭場裏 正在做事 或者有客人也認識 我記得有客人也認識 有時我在等著Supervisor 等很久等不到 他幫我去找 他幫我找Supervisor 或者找其他人 然後他們去找 你也是幫我捉 這樣 那Supervisor看到 怎麼了 什麼事 有些客人玩久了 他們也認識 我很肯定 你們多去賭場 你們都會認識 下一個 大家覺得這個怎樣 你們有沒有聽過 這樣捉法 是否想捉一份 現在說下一個 下一個是什麼 也只是做過賭場 可觀 Supervisor 就會知道 是什麼 就是Early Out 簡稱是E-O E for Elephant E-O 有時發音 我有點像你 所以可以變成D 你聽到會有D 是有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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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or Egg E for Elephant E-O Early Out 那是什麼 就是我們每一天 正常來說 我們上班是花八個小時 但有時我們可以放早一點 但怎樣可以放早一點 就是 你要在你的Shift 開始之前 開始之前 我不是很記得 總之它有個鐘數 你一定要在那個鐘數 但當是九點鐘 如果你回到十二點 你就九點鐘 打電話去 它有一個錄音 時間我不太短 因為我不太記得 如果說錯了時間 就不好意思 但我很短 我以下說來的東西是真的 打電話去之後 有個號碼 那個號碼很有趣 它是一個錄音 你要做什麼呢 你要留下你的 你的 你的號碼 你的員工號碼 以及你幾點開始工作 幾點下班 以及你是做什麼單位 你是做什麼單位 你做可官 你做supervisor 你做什麼 放下了名字 寫下了 那又怎樣呢 這個電話就很神奇 這個電話就是 它要你九點鐘 打正 打進去 誰第一個打 就會排第一 然後就 順著下去 我之前也做過一間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樣 我不知道其他賭場是怎樣 都是我做過的賭場 所以不要抽成我 我有很多東西 我也不知道澳門 因為我沒有做過澳門 那麼 這個單位是要來做什麼的呢 就是當 你打完這個電話 你還是要上班 不代表你可以不用上班 你按照12點去上班 去上班的時候 那Pickbox 即是Manager 他的電腦就會開了一張單位 這張單位是剛才打電話去的人 那些名字 那如果當我呢 我就打個電話去的 我可能 九點鐘才打電話 那可能我就拿不到第一位 我就會變成第三位 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賭場 整個樓層很少客 沒有什麼客人 那賭場想省錢 他不想開太多桌 或者他想省錢 他會 叫人走 他會放人回家 那怎樣放呢 就是誰想走 誰想走 就是誰打開電話來的人 所以他就會 開始淡的時候 他就會跟著這一張單位 去放人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所以有時候他打得太遲 可能你是沒有份 因為不能放太多人回家 對嗎 還有呢 他放你走的時候 你可以 他會問你 你想要用你的NU leave 去 cover 你今天的人工 還是你想No Pay 就可以選擇 那我通常有NU leave 我就拿NU leave 如果沒有的 就是No Pay 就是沒有錢收 但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最主要是 如果我不想回八個小時 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我就想走 如果你是第一個打電話 就很難 因為有時候 你第一個打電話去 你會是第一位 第一位 但問題就是 你開工十二點鐘的時候 他已經覺得太多人 他不需要太多人 他會馬上叫你走 即是你穿好衣服 搞了頭 搞了東西 那你落場 你要問個 問個 問個 我今天坐哪張桌 他可能那一刻 就叫你 你在EO List 你是第一位 現在我們不用那麼多人 你可以回家 即是你一落場 就叫你回家 即是浪費 即是你車錢買 但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第五位 第六位 那些 你可以 或者做了兩三四個小時之後 他不用那麼多人 他可能排到 排到你就叫你走 這就是最主要的 起碼你賺點車錢回來 但有些人 可能 想那天是放假 但又不想 那麼遲 即是可能有些假 你要很早拿 但他又拿不到 所以就唯有打這個電話 叫EO 這些叫叫EO 大部分 很多時候 你第一個 你是會拿到的 很多時候 差不多90% 你都可以拿到 這個 就是early old的意思 即是可以早點回家 但你要 帶前提 你要跟別人搶頭 打這個電話 我試過 很早 踏正9點 踏正9點 踏正9001 一轉 或者我通通的時候 我已經是 或者是 859 8點59分 我知道 打到過去 就會過9點 就會馬上進去 我會第一位 但有時候 你也跟不到 有些很有經驗的人 爭 他們不知怎樣看中 很厲害 一打下去 他們就第一位 這個early old這個list 會不會有點亂 大家會否聽得懂 如果聽不懂 可以問一下我 在留言中 告訴我 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一句說完 如果你想早點回家 那天 你就打這個電話 留下你的名字 如果賭場 那天沒什麼客人 他就會提早放你回家 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講了兩件事 就是Kids Call 以及Early old 這兩件事 我很確定 只是在賭場做過的人 才會知道 或者你在賭場 已經是 打片天下 沒什麼打片 已經是 玩了很久 你可能都未知 今天講了這麼多 記得幫我訂閱我的身份 好多謝大家 還有什麼 一會兒我打算去吃東西 現在我在仙台 有什麼吃 牛腊很好吃 仙台牛腊很出名 可能都會去吃一吃 因為我的旅遊頻道 會放我吃什麼 如果你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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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點留意 還有那邊我會唱卡拉OK 如果想聽我的歌聲 那天我折磨了大家兩個多小時 真可憐 不說了 先走了 下次再玩 拜拜